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OBS虛擬攝影棚 那事實上我當初會用這個 主要是因為現在大學端都在推什麼 摩克斯 好,MOX 那但是MOX最大的問題在什麼 因為如果說各個學校他都有建築了虛擬攝影棚的教室 可是你不方便啊 我必須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去就是 去接教室 然後還不能一個人完成 這個就是最大的麻煩 那現在呢臨到我的部落格 為了上這個課我提前趕快把它整理好 這裡 我已經把我所有上課的資料我都放在這個協作平台上 放在這個協作平台 你按右鍵打開 所以應該我介紹完這個我就可以回家了 因為呢上課錄影片都在這裡啊 有沒有 我去那裡上課錄影片我都放好了 然後呢 該有的教學開講都講完了 我就整理好了 事實上這些東西本來就放在我的部落格上 只是我利用協作平台 這個新版的Google協作平台 現在也很方便 那你收集好資料 分好不同的頁面就解決了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 所以今天即使你不加入我們 玩樂群組你從那裡看也可以 因為在我部落格上 你要這樣找這些東西 雖然我之前有整理到系列文章 但是我發現還是不夠 所以我就用協作平台再把我的資料整理一下 這樣大家看就比較容易 那我往下走 像這個我就稍微寫一下 稍微寫一下 那這個呢 我現在已經用大概一段時間了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我部落格上有比較多關於這個介紹 我首先播這個 我去中正大學給你看一下 你就比較清楚 這樣老師剛剛比較慢來 有看到組裝過程了嗎 這個是上課前 我就先用錄下來 然後呢 快轉一下 所以不會組裝 再一下子自己回去 哈哈哈哈 那這個呢 就是用我們剛剛 ActiveCaret的軟體去錄的 就錄下來之後剪輯 好 那你這樣弄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也可以在這邊變裝 這樣 說真的我只有上這個課 我會做的 其他上別的課 我都是站著 好這樣簡單吧 馬上變身一下 知道這個同學為什麼會消失吧 對 他穿藍色的 那所以呢 我用這個 我也有去那個 舊業博覽會有沒有 好像動物園一樣 去那裡 喔我們來這裡上課 然後再來體驗 很差 哈哈哈哈 那另外呢 還有去哪裡 像這個是直播的 台當的 台當拍謝 所以我目前一天能夠來回 就進門跟花蓮而已 我去都是一天來回 拍動沒有辦法 我已經插過了 哈哈哈哈 好所以呢 就只好直播 那直播我們也用虛擬攝盆 所以呢 這個您點進去 你會看到 在下面這樣 他們在上面看著我 我在上面看著他們這樣 用這種方式 所以 那這個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這個 WebDuner可能有些老師有接觸過 要接線對不對 對 所以我還有準備那個實物投影機 就是這裡面 我就會有實物投影機 我們下次的課程 會跟各位分享這個虛擬睡盆的 那個3D軟體 其實我覺得 老師在學校 教小朋友 這個也很好用 因為 我是比較偷懶一點 這個軟體我從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到社會人士都在教 這樣有沒有很偷懶 一個軟體 就通通 哈哈哈哈 教完了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 那另外呢 我去那個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他們在禮堂 叫我上這個課 我就玩更多一點 哈哈 就玩更多一點 所以就把這樣兩個 所以您看到他這邊 他就是坐在這裡 看著螢幕上的他 變成後面上的這個 哈哈哈哈 所以也蠻好玩的 因為 越玩越多 然後這個是名傳 我們再把 爛群組加進來 所以大家 遠距的課程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像這樣 就是 在虛擬設備也沒有玩 所以 玩的比較多 那我們這邊呢 待會 您下載完了 理論上來講 這邊量都比較新 應該是不用裝這兩個元件 但是也許你們回去之後 可能 您的電腦 也許有需要 好 大部分是WIN7啦 如果你是WIN7的 有可能有需要 或比較乾淨的電腦 他可能在安裝 待會我們OBS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沒有這個违反元件 他會請你 就是 去下載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 直接下載 這樣子 好 這個是我們這樣 稍微介紹一下 老師這樣對 OBS應該 比較有感覺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會進到這邊來 在這裡面有一個 素材 您也可以從我們 我這個網站上 我有OBS 虛擬設備的圖檔 所以如果您進來之後呢 我們今天我有幫 我們資網中心這邊準備一個 但是我發現我們這裡的 照片很少 很難找 好 李嘉 這樣可以嗎 我有準備一個 雖然我們教室 跟這長得不一樣 但是待會大家都回進來 好 所以這個 OK 好 那這樣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